D.O.P.A 筋鑽 2.O.P.A 筋鑽 2.O.P.A 筋鑽 2.O.P.A 筋鑽 3.O.P.A 筋鑽 3.O.P.A 筋鑽 1.O.P G.C.A 3.O.P G.C.A 對...鍋子 對...鍋子 那你有沒有看到... 2.O.P.A 筋鑽 3.O.P 碎 4.O.P 小女生你會不會太忙 慢慢來 你給我帶腳往的 你跟雙貓胎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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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開這個店 就是因為他曾經 我兩次跟我說 他已經快將近三人了 但是對於他這樣子沒有工作 別人都在上班了 他能這樣子 而且他頭腦又沒有 當然他受傷是因為他老婆 切了那一小塊 他傷到雙貓 所以他那邊的思維 沒有那麼的完整 會表示OK 但是思維沒有那麼完整 所以我沒辦法把他 放手去上班 所以我就想說 還有人性聽我講 講了兩遍說 那乾脆死掉好了 我既然不能做事 當初就不能 就不要救我 當媽媽的天然非常難過 我對我這個念頭說 我是不是應該做個 開個店給他 讓他去均勻 但在均勻這方面 他還目前當然是還不行 所以我就請了哥哥來幫忙 哥哥他是 哥哥請了跟哥哥上來這些事後 我又由哥哥開始去學習 然後慢慢的代言怨龍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咖啡廳給做 做成了咖啡廳 這個咖啡廳就形成了 我希望說這個咖啡廳 讓他有客人來 跟他的緣對話 跟他的交流 他的神經回路會跟 比正常的在互健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這是我做媽媽的用心 我跟彥龍在努力的地方 我原本就喜歡咖啡廳 對 然後哥哥也喜歡 然後就剛好他的蛋糕啊 什麼蛋糕 然後鬆餅都喜歡 對 然後跟朋友來吃飯 也可以來自己玩 對 你自己喜歡做烘焙嘛 所以那個鬆餅那些都自己做的嘛 都是你自己做的嗎 就是有一半一半都有 對啊 哥哥也有 我也有 有一隻毛病叫Tofi 對 然後就是取他的中文起因這樣子 然後本來是要叫 就改名叫土魯碑 然後想要意義就是一個中途的咖啡館 人生旅途中的一個咖啡館 改名的概念這樣子 對 兩層意義 第一層意義就是表層意義 就是Tofi 然後翻成中文這樣子 對 然後第二層意義就是我剛剛說的 人生旅途上的一個咖啡館 對 大家可以休息的地方 這樣子的概念 好 中文咖啡 謝謝 謝謝 所以沒有說真的沒說真的 所以沒有我這張台 沒有這張台 沒這張 av 他在哪裏 他在哪裏 所以人家那時候 髒不細一點 就這樣做 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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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